我叫方清平 生于1970年 有那个单身的大妈就别打我主意了 没到70呢 我们那时候孩子起名啊 都爱叫建国 我刚生下来 我爸给我起名叫方建国 问题是我们那胡同住这六个建国呢 仨李建国 俩赵建国 人家那家长都不干了 人家说你凭什么方我们家建国呀 我爸爸也烦了 随便找了俩好字眼 清明节的清 太平间的平 我就叫方清平 我们小时候艺术启蒙啊 就看那个音乐会 有一个女演员呀唱歌 唱到最后呢 有个这个跺脚的动作 为的是跟观众要掌声 那时候他穿的是高跟鞋 那地不是咱们这种地 是那个木地板 那个年头啊 刚兴穿高跟鞋的 没经验 跺脚的时候太用力了 一下 鞋跟跺脚地板缝里去了 演员不知道 鞠躬下台 这个鞋跟拔不出来了 其实他那个鞋呀 是矮斑呢 可以说把这个脚抽出来走 问题是你人走了 那个台上留着鞋 观众以为这节目是骨彩戏法呢 不敢使劲地 当着观众安安较劲 一分多钟啊 观众纳闷啊 这演员唱完了不走 运什么气啊 人掌声不热烈 鼓掌 大伙一鼓掌 给他提醒了 大伙这么热情 我再给您演唱一首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把这鞋拔出来了 演员高兴 鞠躬下台 观众糊涂了 说好了再唱一个 没唱他就走了 这是看这个音乐会 我那时候最爱看的 就是相声大会 后来就拜了我的老师 李金斗老师学相声 您看咱们现在这孩子 学个这个舞蹈啊 学个钢琴 得给老师上T 我们小时候不用给老师上T 死面的上T也受不了 不但说不用给老师花钱 老师还管我们饭吃 再长大一点岁数 管我们酒喝 那时候我的老师 从这个新加坡回来 跟我说 那厨房里有洋酒 你喝去吧 我喝了一瓶洋酒 喝完之后头一点不晕 老闹肚子 我喝错了 喝的橄榄油 我喝了一瓶橄榄油 我师娘呢 拿XO炒了一个月菜 吃了一家子 老那么兴奋 不认识外文吗 一般的时候去老师家 老师就拿出一个 那个矿泉水瓶子 交给师娘 去打酒去 散装茅台 我师娘呢 说不好普通话 说这个茅台 是要红形的你 还是要牛栏闪的你 红形牛栏闪的二锅头 茅台 恒水处的 我师娘拿着那瓶子出去 打了半两了 恒水老白干 怕不够喝的呀 到水管的那儿 借满了凉水 觉着这个辣味不够 对里点芥蜂 慌悠 完了 喝吧 茅台 这个师娘多贤惠啊 我受养流浪狗 我们家那流浪狗越来越多 我跟我媳妇都没地儿待了 晚上得睡睡公园里头 我没办法呀 带着我们媳妇 上这休闲会所 享受享受吧 到门口人不让进 人说 会员才让进呢 我说那那 仙城多行吗 他说果里城都不让进 那就走吧 带着我儿子上这个高档商场 看见一童装 上衣跟这个裤子连在一块 拉锁在后背 我说 把这衣上 让我儿子试试 这是给宠物狗穿的 不要了 这时候电话响 方清平嘛 找你做形象代言 你看像我们这种明星 买豪宅呀 买这个跑车呀 主要就是靠做广告 问他 你什么企业呀 火葬厂 开什么玩笑 给火葬厂做代言 我以后怎么见人呢 给您一百万 那不见就不见吧 第二天 派车接我来了 问我 您这躺后边还是坐前边 我说我坐前边吧 到那一看 会场都布置好了 前面是我的大相片 中间有一个那个床 我躺那 周围摆上花 折腾三四个小时才完事 我问他 给我一百万吧 刚才都给您了 什么时候给我了 你躺那半天 你烧的都什么呀 纸钱啊 我去死了 你这件事 我这件事 是什么 我这件事 有什么 我这件事 是什么 我这件事